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用的字眼 都是似乎 貌似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曾经的那段黑历史 让宫崎骏漫画不和游戏沾边的前因后果 如果你问宫崎骏现在玩游戏吗 他肯定给你一个很干脆的回答 不玩 其实他不是没有努力尝试过 他的好朋友林木回忆起宫崎骏年轻的时候 是曾经玩过FC游戏机 可以理解为红白机的 当时为了撩起宫崎骏的兴趣 还特意挑了个容易的游戏 结果 宫崎骏玩不下去 还大发雷霆 而那个游戏 叫做《超级马利奥》之后 FC游戏宫崎骏是没有碰了 而后来 在接受美国记者罗伯特怀庭的采访时 崎骏提到了另一个故事 他说自己不上网 没有电脑和传真机 甚至连DVD机都没有 也不大看电视 有什么事情就写信 至于电子游戏 他曾经在电脑上玩过将棋游戏 结果输了 他觉得电脑能算出所有走法 简直耍赖 其实 在此之前 宫崎骏和游戏还有一段黑历史 时间回到1984年 由宫崎骏指导的《风之谷》上映 而就在同一年里 动画的出资方之一的德尖书店 通过下述的品牌Technopsoft制作了三款《风之谷》的改编游戏 但是 这三款游戏有一个同一个特色 辣眼镜 先来介绍三兄弟中的大哥 首先是PC6001上的那乌西卡背机一发 危机一发 这个游戏对玩家的考验从进入游戏之前就开始了 游戏使用磁带作为代替看清楚 不是磁碟 区区56K的游戏需要读取将近10分钟注意 不是10秒 才能完成 在漫长的等待后 玩家才会看到这个简陋 而不是还原度的标题画面 而玩法就和诺基亚《空中大战》差不多 搭飞机 代表玩家的小炮艇 在玩快的主题歌《风之谷》的那乌西卡 该主题歌因为旋律过于欢快而遭到宫崎骏嫌弃 根本没有在电影中出现中轻盈起飞 玩家必须不断按上来维持高度 然后迎战敌方的飞行官 是不是已经忘了原作是怎样的 读蛇妹屁颠屁颠给大家屁欧图 这种辣眼程度就是纯牛油锅底部加水 直接溅入眼睛 不过 当初签了三部 肯定不能反馈了 接下来 我们继续看第二部游戏 《风之谷》的那乌西卡 《风谷》 直接看叠 感觉还不错 然而 当开启游戏的时候 妈爷 还我风之谷可好 拜托 头不要摇了 这个辣的程度 应该是魔鬼辣椒进眼了 我们看下一个吧 毕竟随着时代推移 灰精美一些 三神座的最后一款 忘不掉的那乌西卡游戏 哇 这个游戏就更厉害了 依旧是第一款的发飞机风格 然而 和第一部卡机的感觉不一样的是 这一部的控制无比神速 十分容易撞上敌机 也许是开发商也考虑到这个问题 所以这架飞机 根本就没想过要让它动 不动就能赢的游戏 大概是对挂机系统有什么想法吧 毕竟《风之谷》是对风景描写细致入围的动画 而当时的游戏技术 真的不能表达出来 所以 宫崎骏就失望了 此后 有人跟他说出游戏 他会转移话题 滔滔不断说动画中的风景 此刻 大家就不再怂恿他了 从那次之后到现在 宫崎骏的动画没出过游戏了 当然 很多日本游戏研发商还是会偷偷用一下宫崎骏动画里面的角色IP 但是 都是在一些普通小游戏上面 目前 吉博利其他动画家 还是有合作发行的游戏的 但是宫崎骏动画的游戏 还在